阿提斯的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阿提斯的這一台是11.5代的X版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是禁忌版的 這個版本是禁忌版的 禁忌版的話 阻尼還有彈簧的公斤數 通常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的基本的改裝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如果有在版上看過我們的直播的車友呢 就可以知道我們KT的話前面的上座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有電話插播 所以如果里程數有比較多的時候呢 有可能上座的軸層也好 或者是橡皮也好 有可能會損壞 那損壞的話呢 到時候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就不確定是避震器的問題 或者是上座的問題 但改KT的話呢 這些煩惱其實都不用擔心 因為KT它是一整個總層 上座也有 彈簧也有 防塵套 饅頭全部都有 所以這些總層呢 我們是一整個都全部把它卸下來 不用再做細部拆窗的工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那後面這台車其實都還是維持原廠的啦 除了今天要安裝的兵線器之外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跟一般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的版本呢 是190長5公斤的彈簧不太一樣 這個彈簧呢 它的公斤數是7公斤的 有提升了不少 那它的撐度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相對它的舒適度呢 稍微就比較沒有辦法 像5公斤的舒適度那麼好 所以它的公斤數 經濟版的公斤數的話 是配置了7公斤 那它的上座 這個是我們附的上座 那這個車高的部分的話 今天預計大概兩指半左右 那這個X版呢 它的原廠配置的是215457吧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輪胎規格 應該沒記錯 215457 這個是X版的柴油 那這個還是原廠的配胎吧 這個是普利時通的T001 那普利時通它的胎幣 它的胎幣呢 都比一般的馬牌也好 或者是米其林也好 它的胎幣呢 都比一般的還要硬朗 所以它的路感回饋呢 會比較直接 所以配上今天的經濟版避震器呢 它的整體的操控性呢 就會提升很多 那今天預計車高 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那鼠尼的調整呢 所有的Artis 除了十二代之外 其實都一樣的 Artis 的調整是從避震器的上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你燈給我 你從那邊 那邊可以開門嗎 那邊可以開門嗎 好 那我們等鏡頭過來 這樣拍得到嗎 試試看 好 那這裡 這個是後座 我們在調整阻尼的時候 需要把後座往前掀 往前掀之後可以看到這裡有避震器的上座 那上座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阻尼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 往S 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從這裡就能調整到阻尼 還蠻方便的 那拆妝避震器的時候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邊還有一顆螺絲 另外一顆螺絲是從下方鎖的 九代啦 十代 還有十一代的Artis 十一點五代都是這樣 這裡會有一個 沒記錯 這裡有一個塑膠扣具 裝好的時候要把這個塑膠扣去 把它扣回去就可以了 後面的拆妝還蠻快的 今天拆妝也都還蠻快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介紹好了 由於這邊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避震器呢 X版的還有十一點五代呢 它的上座的螺絲呢 是粗的 是粗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KT的話都有針對專用的車款 做專用的上座設計 下面的彈簧 這個前面的話 我們正常來講 是會配置八公斤 甚至有更高可以配置到十公斤 但是車主的需求 只有要做一個微斧的 比道路板還要更硬一點點 所以我們把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還是維持 特別還是維持七公斤 可是阻鈴呢 有做提升 所以這個的統身的阻鈴 是競技版的 彈簧呢 是配置七公斤 是配置比較低的 因為不要讓它的車頭 反應的話太過於直接 還是要兼顧一點 像這樣車款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那這裡的話有一些 離載串固定點 還有ABS感應線 這些的固定扣具呢 之前我們常常在開直播 都還是一樣的車款 都有介紹過 車高的調整 前面的話也是大概兩指半左右 前面的車高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 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但是特別注意 Artist的後面 如果調整完畢之後 稍微鎖緊 用工序的扳手鎖緊就可以 但前面不同 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層 麥花層 它不只負責上下的作動 而且它還負責轉向 所以當這個托盤沒有敲緊的時候 有可能開了大概三個月 五個月之後 有可能會鬆脫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比後面所附的力道 還要大一點點 所以這個托盤呢 一定要特別要敲緊 那前面的阻尼調整 你鏡頭這邊可以嗎 好 前面的阻尼調整 這裡有一個 算是一個飾板 飾板稍微往上掀開之後 這裡可以看得到前面上座 這個就是原廠 它也有一個強化的板件 上座的中心點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那這裡有一點白白的 這個算是我們特別 屠附的黃銹油紙 所以這個是做防鏽 主尼的話從這邊做調整 OK 我們已經安裝好了 其實剛剛就在等我們的做直播而已 那所以今天的安裝已經完成了 那明天的話 早上一樣有一台 阿提斯要做安裝 如果我們一樣有空檔的話 一樣會開直播 跟車友們一起做分享 那如果 因為阿提斯的車友 真的很謝謝大家這麼捧場 我們公司裡面也有10車 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像上個 上上禮拜六吧 也有一台是 車友是來安裝 那有一台車友是他想要來試乘看看 結果試乘之後就覺得很OK 所以當場就決定安裝 那我們公司裡面都有試乘車 所以如果車友們你有需要要試乘的話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呢 在FB裡面打上KT Racing搜尋 就能搜尋到KT的粉絲團 那在粉絲團裡面呢 可以私訊我們的小編 那聯繫這些問題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 掰掰